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有机会在靠近菲律宾的时候 就逐渐了往北转 往台湾东方的海域前进 再转往日本的方向 现在依照这样子的路径上面看起来 是不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其实路径方面还有一点点的变化 提醒您未来也要持续关注最新的台风动态 好 再来看一下礼拜二 这边可以看到持续的有些华南水汽一进台湾来 所以导致在礼拜二 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持续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的 提醒您前往这些地方 都一定要记得席带雨具了 天气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南台湾 降雨几率不高 就只有在山区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的震雨而已 而在气温的部分 同样的礼拜二跟天气的气温部分 跟礼拜一是很像的 北部地区的高温 还是只有24度到25度左右 中南部比较温暖 29度到30度左右 所以在礼拜二的天气状况 还是南部北部大不同 北部地区是比较湿湿凉凉一点的 穿着的部分需要穿着包长袖才可以 但是南部地区中部地区 却还是非常的潮湿又闷热 穿着短袖就可以了 所以提醒您南北往返 千万要留意你的穿着了 而在低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就更加的凉一点点了 低温就只有20度到21度左右 最近的北部地区气温真的是变化很大 礼拜天其实高温都有超过30度 但是目前低温又已经降到了20度左右了 这个温差将近有10度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所以提醒您一定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小心不要感冒着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迹象 我们明天见